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跟進一個挺有趣的現象 就是美國剛剛捉了兩名華人 都是當地稱之為僑領 不知道 因為我沒辦法認識這麼多高人 不過美國自己都說了 是一些當地的華人 而這件事情一出現之後 大家就問什麼原因 美國的警方就說這個是反映了大陸有些公安跨境發揮作用 不要說跨境執法 就是說這些人士是跨境為中國的公安服務 中國馬上否認 第一他們覺得不是中國公安的人 也不是派出去的人 也不是正式委託的人 為什麼美國這樣無限上崗 於是中國反擊 說美國是抹黑的 或者是傷害了美國華人的正當權利 所以兩個版本都放出來了 究竟這件事是為什麼會發生的呢 也說明了什麼問題 大家才覺得真的有不同的角度 好了 不妨先講講來龍去脈 講到這一類的時候 大家又會發覺 咦 其實這類事件 不是全國的公安 是多數涉及福建的公安 而福建公安 也都說我從來沒有派過這些人出去 你美國不要冤枉我 所以又是口同鼻爭了 好了 如果這樣就先講一下一些過去的來龍去脈 原來國內的特點就是怎樣呢 就是你住在一個邦交國 你就有大使館總領使館等等 從公安那個系統 他們也都覺得我會幫助當地的僑民 或者華人 他們有什麼需要方便我們都可以方便他們 譬如說有些出去了的中國人 他們可能突然要扮隔絕執照 要續期之類 又要他們飛回來 我們是為了辯民 所以就成立一些服務站 不過這些服務站是在大陸的 外面的人來說 你說他引營服務站也好 隔絕服務站也好 或者別人用了名義來做服務站也好 他說我守法的 但是這個服務已經延伸到境外了 是不是 而且這個服務不斷擴大 擴大到譬如說不僅是駕駛執照這麼簡單 但是如果有一些是涉及福建本身的糾紛的 而這個糾紛的有關人士是去了外國的 那你這個服務是不是延伸到外國呢 所以就令人開始關注這些服務站的權限去到哪裏 好了 我剛才說的為什麼大家一看來都是福建呢 其實不是福建 是福州 福建其他地方是後期的 首先第一個出現的就是福州 福州市 不是福建省 福州市的公安 它首先第一個 全國都是第一個 那它就自己公開成立了一個海外110警務服務台 110提供很多種服務 它都說明是受理福州僑胞報案求助服務 包括報案的 即是說從最早期的民生事情的服務 擴大到刑事或者犯罪那方面的報案 不過它這裏都有界線 我在這裏回來 我不是跨境執法等等 但是你一接納這些來講 那個具體操作的過程 有沒有一些是在海外的呢 那在海外的人我派出去呢 或者你有沒有委託海外的人來做呢 那這些完全沒有答案了 那你說這樣也不能夠怪中國 不能夠怪福州 好了 然後延伸出去 剛才所講的福州公安 就先成立了這個服務台 它在2022年1月10日 即是有一個年多 好了 然後沒有多久 紐約的福州的僑胞 它就覺得這個為我們服務好 於是他們很快就成立了一個 福州警橋時務美國站 那你說它是不是受權 還是它自己覺得這個也是服務橋 包括自己搞出來呢 不知道 那你一這樣說 那豈不是自己引起了美國的關注 那因為剛才說 我有很多界線很模糊的嘛 但是你的權力是沒有得模糊的嘛 是吧 那所以它一整整出來之後 那究竟這個是命令 還是它自己自願去承接這個權力呢 不知道 但是這個事件就引伸出來 然後除了福州之外 還有其他地方都成立這一類的服務台 所以這一類的服務台 然後變成美國站等等來講 於是 哇 一衣大水引了很多東西出來 那美國當然關注了 那我剛才說 這個是去年的事了 為什麼美國一直不出聲呢 當然啦 你視乎中美關係的嘛 是吧 如果你一下就涉及到這些的警權力的時候 都不好啊 是吧 有沒有透過國際刑警呢 我就不知道了 好了 正因為這樣的時候 那又要看看 哦 原來這些的僑團 它為什麼這麼積極呢 原來又有些背後的東西的 就是這些僑團 它們成立了 跟著呢 它要得到大使館的直接或間接那個的眷故 它們才有光榮的嘛 是吧 或者有 別說是傑兆啦 有些好的感覺啦 是吧 於是呢 在外地 不單止在美國 不單止在英國 很多地方有華僑 然後呢 平衡一旦這一類的僑團 就升起啦 就是增加啦 那跟著呢 駐當地的中國大使館 總領事館 它就說 哇 你個個都整支旗出來啊 個個都靠弄我啊 我又不知道裡面又沒有什麼的 不要緊啦 我經過了解了之後 麻煩你登記啊 你一登記呢 它很多東西可以了解你啦 以至於它查清了你 我才讓你登記 於是呢 很多僑團去登記啊 哦 原來登記了之後呢 登記的時候呢 就是一個大家互相多些了解認識 這樣的作用一跌 但是 如果這些僑團一回到大陸就不同了 一回到大陸就不是民來的 是有特殊待遇的 譬如說 你有沒有哪些人 比善聲些的 可以找你成為全國僑聯的委員的啊 那或者 如果你可以更加勁一點的 成為全國政協啊 或者地方政協委員啊 這個Jaxel就不同了啊 曾經有些人呢 就是在美國成為了當地僑團 但是他未得到当地大使馆的认同,曾经有一次回到大陆,接着发生糾纷 那些人就不认他在海外侨存的身份,他接着回到去之后,我要跟大使馆搞好关系 登记了,第二次回到去就不同了,因为为什么大使馆有通知那边的统战部 会通知这个侨委会,不过现在侨委会去了统战部了,是吧? 所以这些就令到在海外的侨团,哇,好像生儿子生儿子 生儿子那么多,以前在英国这个现象是在英国出现的 80年代在英国里面的侨团很多都是亲台的,后来不断生了, 中国就是大陆的,或者新大陆的侨团不断多了,我在英国四联 那我去的时候和走的时候,哇,这些侨团最低了,已经是三倍或四倍了,是吧? 那更加何况现在呢?所以这个情况就令到在海外的侨领,侨领这个词是很广阔的 但是呢,什么才是乔领呢?于是就成立了很多会了,一个会里面有会长,主席,监事长等等,很多咸头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每一个都是乔领,于是每一个回去就视乎根两,然后看看有多少的统战成份 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呢,于是大家就争表现了,你说刚才说的那个,哇,他马上在那里 成立了一个福州桥包报案求助服务,成立了一个福州桥,福州景桥事务,美国站 那究竟是不是自己搞出来,还是真是授权,就是自己献计,但是结果就曝光了 甚至上引起美国的注意,是这样还是怎样呢?不知道了,只是反映到一种这种拉拢文化 那其实有时是帮到忙的,我又举个例子,曾经试过英国有个桥布,他都是从新闻出发 我觉得这一点我绝对不会批评的,就是怎样呢?他就采访习近平的以前的夫人 柯玲玲,他说在他那边生活等等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都是新闻自由 或者他也没有什么抹黑,但是似乎这个新闻在国内就不是那么叫好 因为柯玲玲是当时驻英大使柯华的千金来的,后来就是他愿意留在英国 这个我不详细说了,但是这个报道本身很平实,但是客观效果就不是你个人决定的 所以有些人不知道是他背脚还是真实反映,我只是说现象 就说你这样不好啊,有些人说总之有什么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这个情况就令人感觉到其实不关那个所谓后期曝光的事情 而是说你自己本身那个工作的源起,究竟对还是不对 有没有涉及到这个国际的外交关系 好了,从这个新闻就必须要讲一件事,其实这类新闻不是第一个在美国发生 最早揭出来的澳洲,而且不止现在,现在数起来没有十年都有白营了 澳洲政府忽然间发现了中国有一些执法人员跨境去到那里去追捕 或者去劝反,国内叫劝反,就是大陆叫劝反 他们说我不是拘捕,我不是执法,我是劝他们回来 但是从澳洲的角度,你们就越境执法,因为你带着当事人的家人 去到不同的房间,不同的地方,你劝他们回来 究竟这个,到最后有一些人回来,结果有一位澳洲的华人 就是很早,九十年代去了澳洲,改名换姓,改名了 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他回大陆做生意 大陆发觉,咦,不是改了名字 就这类的人来人往,结果后来大陆那方面就说 哇,这个人原来是我要的人,他就去澳洲 于是跨境劝反,从澳洲政府的角度,当然有问题 于是捉了那些人,然后就求证于中国的市管人员 是不是你们的人,当时因为事情不是很大,你又不可以不认的 因为如果你不认,你就令到没有人敢出来跟你执行命令 但是你认又不能够认是自己派出去的,只能够是和熙黎 这个不是跨境执法,这个是劝反等等 到最后呢,这个澳洲传媒披露出来的 就是中国的市领馆的人员承认,有此一事,有此一人 但是承认,应成以后不再发生了 那这件事呢,在很多年前已经出现过 但是现在又在美国出现,你说是不是美国奸呢? 以前有的,你不出声,现在中美关系进一步惡化了 你就弄出来,我也不排除这个因素 但是总之呢,这一类的东西就说明了不同的重点 有些人可能是要擦鞋,把这些东西夸大 有些人为了邀功就说,我将自己的多权力的境外 就是要扩大化,各自都有这个原因的 所以这次的事件来说,我估计呢 都会起一定的收敛或制约 过一段时候又怎样呢,又不知道了 所以这一类的情况呢,总之我们平民百姓 不涉及到这些东西呢 我们就是孤妄言之,孤妄听之啦 好了,那以后呢,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不理,以后如果有,再跟大家分析,好吗?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先,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